2014年的新年第一天 一名中国大陆男子试图要搭乘热气球 登上钓鱼岛来宣示主权 不料功亏一篑 在飞进钓鱼岛上空的时候 坠落大海 而后被日本船只救起 那么中共方面证实了这一事件 但只说这名男子是一个气球爱好者 这戏剧性的一幕引来外界的热烈讨论 据媒体报道 这名大陆男子名叫许帅君 35岁 2014年元旦清晨7点 他从福建福清市出发 尝试单人驾驶热气球空降钓鱼岛 当天下午2点26分左右 许帅君驾驶的热气球发生故障 在钓鱼岛以南33公里处坠海 他利用随身无线电器向台湾发出紧急求救 台湾搜救中心接报后 随即派海巡署在航的谋星舰赶往搜救 但因距离较远 又向日本海上保安厅进行通报 日本海上保安厅在接获台湾通报后 随即派出两艘巡逻船和直升机进行搜寻 于下午4点15分左右 在钓鱼岛主岛以南约22公里的海上 发现漂浮的热气球 并救其许帅君 日本共同社引述海宝厅的消息说 这名男子是一名在河北省工作的厨师 海宝厅曾考虑以违反日本入国管理难民法 予以拘捕 但是因为他坠海地点未明 因此决定移交中国海警 报道说 这名中国男子落海当天 中共方面有三艘海警船在中日连接的海域巡航 中共外交部星期四晚些时候证实了此事 但发言人秦刚形容 许帅君只是个热气球爱好者 并说许帅君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但秦刚拒绝进一步评论 大陆媒体也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解决报道 有媒体报道说 许帅君曾在微博表示已经返回福建 不过这条微博目前似乎已被删除 他的个人微博账户上 自我介绍他是河北滕山人 AX7级热气球飞越渤海湾中国第一人 大陆网友对此展开热烈讨论 虽然有部分网友赞赏许帅君 意图用热气球登岛宣示主权的勇气 但大多网友都用嘲讽的语气发表评论 认证为财经网站南京财经记者内参网的微博说 对此难竖大拇指 可小金还是快笑叉气了 也有网友表示 这种情况下是否不该让日本人救上来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 所有的这些人如果他真正爱国的话 他们应该去恢复被中共破坏了的传统文化 应该做出努力去截止中共 把马列从中国的大地上驱逐出去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 现代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虚火 被中共煽动起来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完全无用的努力 钓鱼岛是一个无人岛 所以在处理钓鱼岛的问题上 它不存在一个人道的问题 中国大陆上那么多的账坊户 被镇压的 被城管的 被强拆的 被强征土地的 这么多人道的问题 反正那你不去解决 好到一个没有人的岛上去 完全是爱国主义的虚火 也有网友说 你让政府情何以堪啊 去年9月 许帅君在微博上首次表示 计划用热气球飞向钓鱼岛 他还表示要做个有态度的中国人 大陆提到钓鱼岛就是 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 激起一些被洗澡的民众的爱国热情 只要是生活幸福的话 归谁都一样的 如果归中国的话 钓鱼岛有城管 有牢教啊 有循庆逼供啊 中共于去年11月宣布了 涵盖争议岛屿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要求所有外国飞机 根据中方要求表明身份 不过日本以及美国和韩国 都拒绝承认这一防空识别区